食安我做主 公投反萊豬 公喊口号 国民党立委将万安 启动台北12个行政区接讲 大声宣传反萊豬 他们办大型的造势活动 有华丽的舞台 有巨幅的背板 我们没有资源 但是就是走入人群 让这个政府知道 我们坚定捍卫食安的立场 这场街头强调食安 不容许任何交换妥协 更要告诉政府百姓态度 但蔡政府大官说 反萊豬会影响台美关系 到底是不是真的 官员国会被询 仿佛吃了诚实豆沙包 公开打脸神正院 原来反萊豬跟台美关系 根本不是正相关 但次长太诚实 下午就被澄清 外交部否认之外 经济部长王美花还加码 萊豬不进口 就进不了CPTPP 我们可能是第三轮要进来 我们是等着被这些国家去检视 那如果这些国家发现说 你台湾是不容许这样含有来际的 他说你不符合这个规范 那这个对台湾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CPTPP也不叫全球挺萊豬大联盟 为什么会以萊豬吃不吃来作为 加入的审核标准 这根本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同样是争取加入CPTPP 民间团体更质疑 目前审查中的英国就可以不进口萊豬 为何台湾非得用国人健康来交换 现在要加入的英国和中国 他们也都没有开放瘦肉精的猪肉 这样是有点绑架台湾人民的 民主美株不等于萊豬 政院却硬要将两者混为一谈 如今不能说的秘密 被自己人戳破了真相 竟然装炫的人叫不醒 人民只能用年底公投选票 让执政党好好清醒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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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